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OR 酝酿了這麼久打廣告 又一款歷史五年的3A級大作 這部玩玩可以嗎? 凡人修仙傳M 那這邊照慣例需要解說一下廠商的背景 想直奔主題的話請商用下方的進度時光機 不過個人覺得細節滿滿不看太可惜了 台灣的遊戲廣告代理商是橫溢文化 而使用的香港代理毯是純白之鏡 根據過往這兩家公司聯合代理的 日理萬機、雲端修行手記、星希望、末日喧囂 鬥羅大陸3D、魂屍對決、有錢我最大 這幾款的研發此公司向上追溯後 就可以來到中國的三七戶語 就是我曾經介紹過跟網禪合作 並借鑒MU系列來開發的遊戲公司 相關內容在之前那款由GMAI遊戲代理的 不朽覺醒中有提到過 而我們也可以從橫溢、GMAI兩間公司的地址登記處發現 他們的註冊地址很巧合的為同一個地方 並且GMAI過往代理的遊戲也有希望、奇蹟MU等 由此我們也可以直接證明了 橫溢等於GMAI等於三七戶語 當然實際上他們還有其他在台代理 像是文副數位 旗下有雲山陳之歌、爵士先王、克拉練習生 我相信應該還有其他間代理 未來有機會碰到的話我們再來深挖 根據三七戶語該公司的產品儲備列表 可以確認這款十字八九也是旗下所開發的作品 但目前仍在被自己國家的綁號制度擋在牆外 總之這樣看下來 不難發現這世間沒有主要核心競爭力的10元雜貨店 看起來眼花繞亂 但實則皆為虛幻泡影 也是標準的品質不夠、數量來測 不斷靠上架各種換筆遊戲 在憑藉著大量行銷、買量、跟直播帶貨 來提高觸及率、割韭菜 也會在一些中國的農場文章中看到該公司 什麼魔款出海遊戲登頂排行榜 出海賺了多少錢 致言投入多少的雞湯文鼓勵股東們 根據一些文章分析 該公司於2020年投入的行銷費用 5月80億元人民幣 佔總收入的50%以上 雖然目前已經調整了行銷策略 但推測費用肯定值真不減 而號稱三年來已投入了20多億人民幣在智研開發上 但實際上這連一年的行銷費用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再分攤到未來預計上架的N款遊戲中 肯定每款的品質都不會太好 真的是典型的用心做廣告、用腳做遊戲 而買量換來的高收益、看似輝煌的龍井 但其實背後有個非常明顯的隱患 受限於今年的中國版號審查制度 並且對各遊戲的審核機制加強 換皮遊戲本身的獲利週期極短 如果本身缺乏主要核心 又沒有足夠的新品上架的話 就會直接影響收益表現 而對這些廠商來說 自己國內的韭菜市場才是主要的收割地 而該公司在中國營收最好的 抖羅大陸3D 去年上架的時候還可以排在前20名中 到今年上半年已經跌到30名去了 而如今不斷向海外插旗推銷 看似在海外的營收年年上升 但在中國內部卻在逐年下滑 而各家中國廠商也都在互相爭奪海外市場 導致以往那套買量策略的轉換效率越來越差 對這類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廠商 不買又不行 所以行銷成本只能逐步提高 其實有那個賢錢 倒不如學學騰訊網易 拿去投資知名工作室 來轉身洗白可能比較實際點 那說了這麼多 我只想表達 你為這廠商儲值了每一分錢 其實都跟遊戲提升品質產出沒有任何關聯 那我們回歸遊戲本身吧 現在遊戲開發5年 團隊上千人 都已經是垃圾手的標配廣告了 各個說著天花亂墜 但除了看到各種大量投放廣告 講拼引誘 找了張俊甯代言跟李家衛唱主題曲以外 就基本上沒有任何亮點了 打開來依舊換湯不換藥 跟市面上放置MNO玩法毫無區別 總不會說只是把橫板變成紙板 需要什麼高偶的開發技術成本吧 而過往該公司也開發過不少類似遊戲了 說不定你認真去找 還能挖到一些過去的建模痕跡 而這款除了人物跟場景美術能說上一嘴 我是真找不出來這遊戲的優點在哪裡 放置不用手 戰鬥不用腦 一路跟著點就是最佳的遊戲體驗 反正我相信各位的手機都比你更會玩遊戲了 然後聊天室還一堆官方水軍在吵氣憤 看著就跟老鼠會一樣 不是在鼓勵你課金就是拉你入會 準備推薦你下一款毒藥 我們直接來看看盤子商店有賣什麼 WOW 大翅膀耶 只要3290 還是限時販售 這麼精緻的美術 各位還不買起來 裝逼懸負就趁現在 而儲值居然超值回饋 手儲給3倍 這也太划算了吧 還怕玩家覺得太貴 每個月還重置手儲獎勵一遍 這麼佛心的廠商哪裡找啊 另外也提供每日限購 提供各種檔位的禮包 想屌打平民 拉開戰力差 實現pay to win 就趁現在 總之 這麼好的遊戲 我就放在這了 願各位都早日成仙 結論 我是凡人 不是仙 誰是韭菜 誰是爹 中國換皮組合拳 或許現在看似有效 但實際上韭菜就這麼多 該行的韭菜也還是會行 較不行的 總不會被割到流膿 都還不知道痛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在電視台上 剛才是很好的 大項